社会与德语 阶段时 邦邦小燕鼠 小燕鼠住在地下一个小小的洞里 每天晚上他都会泡一杯香香的树叶茶 坐在软软的海绵沙发上看电视 突然有一天 大量的泥土从小燕鼠家的门缝 窗户缝钻了进来 一眨眼小燕鼠的家就消失了 幸亏小燕鼠跑得快 才没被泥土压住 原来刚才发生了地震 小燕鼠来到地面上 明亮的阳光刺得他眼睛疼 他什么都看不到 急得呜呜直哭 小猴子找来一副墨镜 小燕鼠戴上墨镜后 眼睛就不疼了 但还是什么都看不到 我们带你去找合适的土地建个新家吧 大象把长鼻子伸到小燕鼠面前 小燕鼠摸着象鼻子停止了哭泣 大家带着小燕鼠走了很远的路 终于来到了一片绿草地上 这里的味道香香的 就像小燕鼠的树叶茶 土地也软软的 就像小燕鼠的沙发 小燕鼠高兴地跳了起来 就是这儿就是这儿 我要在这儿建新家 小燕鼠马上动手挖起洞来 他的新邻居穿衫甲也来帮忙 一会儿新家就建好了 比小燕鼠原来的家大得多 也舒服得多 小燕鼠别提多高兴了 他拉着朋友们的手高兴地转圈圈 这是小燕鼠在表达谢意呢 不睡觉的小猩猩 夜深了 小猩猩们还在玩 小猩猩快去睡觉吧 云姑姑来劝 小猩猩们嬉戏着哈哈大笑 我们还没玩够呢 云姑姑叹了口气走了 小猩猩们爬上大滑梯 嗖的一下滑进了银河 笑声飘出很远很远 小猩猩们一直玩到天亮 早晨太阳公公爬上山坡 他看到小猩猩们拍拍脑门说 哎哟我真糊涂起得太早了 太阳公公又回去了 地上小猩猩猩猩猩猩猩 发现小猩猩猩还挂在天上 以为还是夜晚就继续睡起来 一连几天过去了 天空总是暗暗的 小猩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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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ten 看得越来越暗,浑身不舒服。 不按时睡觉就会没精神,这是个坏习惯,以后可不能再这么贪玩了。 云姑姑给小星星们盖上被子,他们已经累坏了,很快就甜甜地睡着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